她越跑越快 不时地回头张望 然而脚下一滑不小心摔倒 突然蒙面人死死地掐住她的脖子 手上开始逐渐用力 故事还要从三天前说起 张纳拉饰演的角色名叫徐宰员 是地公司的董事长 早上金秘书递上来个花篮 和一张匿名名信片 上面写着祝宰员有心的腾飞 落款是个教育的人 于是让金秘书拿出去丢掉 金秘书也没多想 直接丢进了公司门口的垃圾桶 载员特地关上了办公室的玻璃 服用了关于头疼的药 下午准备下班的时候 一辆汽车突然变到挡住了去 好在司机注意力集中 这才没酿成事故 在确认过没有受伤后 载员制止了想要去理论的司机 并下令直接开走就好了 突然金秘书汇报 公司好像出事了 原来设计师小椅 认为新产品上的摄像头不对劲 建议延迟上市 载员自然是不同意的 因为是地公司首次推出的智能家电 网告 采访和宣传已经花了很多钱了 身为一名设计师 小颖追求的是完美 她提醒载员 别忘了自己曾经也是个设计师 最终载员决定 和销售经理重新商讨一下摄像头的问题 也就是说不得不加班了 这里提一下 小颖走出公司 就和外籍女友当街拥抱 好多人都看到了 其中也包括楼上的载员 没过一会 销售经理就来到了办公室 商量完后续的问题便离开了 同时金秘书也准备下班了 空荡的办公室只留下了载员一人 不然蒙面人拉倒柜子 巨大的碎裂生下了载员一条 然而在她走出办公室之前 蒙面人藏了起来 载员小心翼翼地查看发生了什么事 可除了电流的滋辣声并没发现什么异常 就这样她走到了柜子前 不然手机收到一条短信 传来的是早上丢的那个花篮 并配闻背信弃义的人不得饶处 载员感受到了恐惧 她颤抖地拨通了报警电话 然而刚接通 旁边的房间就传出一声响动 载员哆哆嗦嗦地看向房间 并不自觉地向后挪动脚 载员飞快地跑进办公室 并立刻将门反锁 然后关闭室内所有的灯 趁蒙面人撞门之际又关上了玻璃 蒙面人撞不开门 消失在了门口 载员拿起办公室的电话准备求救 然而却显示没有信号 她立刻转身操作电脑 启动公司内部的聊天软件 可敲了半天都没加载完 此时蒙面人绕到了侧面 恰好看到没有网络的提示 载员不停地回头张望 载员的双脚已经开始不听手了 她吃力地爬到办公桌下 载员想起自己的工具包 随便摸了一把螺丝刀防身 此时蒙面人失去了耐心 开始疯狂地砸门 随着一声又一声地敲击 载员的恐惧达到了极限 控制不住地发出哭声 就在这时 门被砸开了 蒙面人先是向里面看了看 然后伸手打开了锁 她拎着锤子一步步地逼近 而载员只能牢牢地握住螺丝刀 那么她最后能成功逃生吗 美女刚刚经历办公室惊魂 就有人告诉她 她母亲的死似乎是爸爸所为 原来蒙面人撬开办公室的门口 幸好被巡夜的保安发现 载员这才算逃过一劫 很快警方赶到现场 原来她已经被跟踪长达七年之久了 以前主要是发短信和邮件 偶尔是礼物等方式骚扰 找上公司还是第一次 警员发现大楼的监控正在维修 这点载员是知道了 没过一会 小颖赶到了公司 载员拜托她参加明天的设计会 然而小颖关心的是 有没有看到蒙面人的脸 或者有没有要怀疑的人 载员回想起警官说的话 什么都没透露 小颖见状安慰载员 她会待在自己的位置上 如果有什么需要随时叫她就行 说吧就走到了外面 凑巧看到产品上的摄像头没有关 第二天 载员的脑中不断地回想起 昨晚惊险的一幕 实际上她看到了蒙面人穿着硬有骷髅头的衣服 当天下午 载员在视察产品时 一个自称是保险业务员的人找上了她 原来载员妈生前在业务员的公司买了保险 去世后保险金全由丈夫老徐领走了 数额足足有五亿含远 当然这件事载员是不知道的 业务员还透露他们女陪调查时遗漏了一笔 载员妈曾三次因喝农药被送医院抢救 每次同行人都是老徐 通常这样的情况不是小自杀 就是有人故意为她喝的 然而载员不认为父亲会谋害母亲 并且索要证据证明猜测 谈话结束时 业务员询问载员 父亲是继父对吧 因为据数据显示 载员妈是八八年和老徐在婚的 被她这么一说 载员的心里长了个疙瘩 当天晚上 丈夫许顺勇看出来她有心事 便询问发生了什么 载员就把业务员说得附数了一遍 顺永不相信岳父是那种骗保的人 第二天 载员来到公司心里心神不明了 看哪个职员都有嫌疑 忽然她记起 昨晚和小尹聊天时 产品的摄像头没关 于是立刻翻找起来 然而翻遍办公桌也没找到 就在这时 桌下一张纸条吸引了她的字 载员立刻捡了起来 发现是一张停车寄存条 于是立刻在停车场拿到了车钥匙 很快便锁定了一台白色轿车 她在后备箱的备用隔板里 找到和蒙面人同款的衣服 一转头 载员打点完管理员后 就在停车场蹲守车的主人 没过一会就有个人 走到白色轿车的旁边 而她正是小尹 看着车子驶离停车场 载员立刻给小尹打了个电话 问她在做什么 然而得到的答案是在公司 载员决定跟上小尹 期间她怎么打丈夫的电话都打不通 然而载员赶到健身会所后 前台告诉她 顺勇早在三个月前就不在这里了 妻子查到丈夫似乎出轨了 而对象竟然是她最好的闺蜜 原来载员在健身会所没找到丈夫 通常经历过危机后 就算发生很小的事 也会产生巨大的怀疑 变得不会相信对方 她回到家后 解开了顺勇的手机 一开始在上面没发现什么异常 全是些女儿的照片 然而就在载员以为自己想多了的时候 突然来了条消息 她当拿起来还没仔细看 顺勇就回了一条马上挡 然后光速删除了 载员以为自己看错了 却突然想起来 老公戴的是智能手表 于是立刻打给公司的技术小子 拜托她对顺勇的手表进行定位 很快就根据定位来到一片居民区 虽然可以锁定位置 但会有30米左右的误差 于是载员决定在车里守住戴徒 就在这时 好闺蜜的电话打了过来 她听经历数提起被袭击的事 所以关心一下 并且还表示 载员现在是她唯一的好朋友了 听到这话 载员的鼻子一酸 经历了这么多事 她现在也只有闺蜜一个可以信任的 忽然载员瞥见 丈夫打扮得很帅气 似乎在等人 于是立刻挂断了通话 没过一会 一个女人接近了顺勇 而她正是闺蜜 二人展现得特别熟悉 仿佛他们才是夫妻 载员见状整个人都愣住了 下午的新品发布会上 载员总是会回想起 丈夫和闺蜜的情形 以至于不得不暂停休息 好巧不巧迎面碰上了小颖 她吓得立刻扶住了栏杆 一点一点地打算挪走 然而小颖立刻追了上边 询问有没有什么事瞒着她 总之载员什么都没说 转身逃一样地离开了 当天晚上下了很大的雨 载员失魂落魄地走在街上 回想着辛苦抚养自己的继父 主动牺牲并帮助了她的老公 以及公司在困难时期 一起成长的小颖同事 如今全都背叛的事实 她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口的痛苦 索性跪在地上嚎啕大哭 没过一会载员刚平复好心情 就收到了一条短信 提醒她一个人在路上很危险 也就是说蒙面人在不远处 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 瞬间载员就被恐惧和无助包围了 然而翻遍通讯 竟然没有一个可以求助的人 就在她不知所措时 蒙面人出现在了身后 载员吓得把腿就跑 可还没跑两步脚下一滑就摔倒在地 蒙面人趁机掐住了她的脖子 双手逐渐用力 然后使劲一推 将载员丢进了深不见底的河里 镜头一转 小颖陪在昏迷的载员的旁边 很快丈夫顺勇也赶到了医院 紧接着就是继父老徐 三个人表现出非常关心她的样子 就在这时 载员醒了过来 她的心里清楚 小颖 继父和丈夫都想让她死 所以心中暗自决定 渣男老公还真忙 妻子被害躺在医院尚未痊愈 一转头就和妻子的闺蜜意外在了一起 原来宰员醒来后 对丈夫顺勇产生了嫌隙 再加上看到疑似出轨的事 可以说到了不信任的边缘 无论顺勇怎么问 载员都没告诉她事情 下午经历数汇报 案发地比较偏远 并且没有安装监控器 载员遇害时有位50岁左右的锤吊者 只听到了有人落水 其他的什么都没看清 为了避免负面影响 公司对外宣称只是单纯的失足 载员决定今天出院 明天就恢复正常的工作 当天晚上 闺蜜就和老公一起喝酒庆祝 她望着别人幸福的家庭感叹 如果二人能早点相遇就好了 说不定孩子也有那么大 就在这时 渣男来了条短信 她谎称是工作上的来往 走出去老远 并把她和闺蜜的亲密照发给了别人 与此同时 蒙面人正在观看那晚袭击的录像视频 第二天一早 载员准备上班时 他表现得特别抗拒 此时丈夫的关心 已经成了一种危险 到了公司以后 突然有人从后面抱住了载员 其实他一想到闺蜜的行为就感觉到恶心 索性随便找了个借口 把闺蜜给支走了 然而闺蜜前脚刚走 后脚精密数就递上了一个保温杯 载员的继父一大早就送到了接待处 可他看着保温杯 脑中不自觉地回忆起 保险业务员说母亲是被人毒死的话 载员简直要被折磨疯了 于是他端起保温杯 将她一股脑的全部倒进了马桶里 保温杯也丢进了垃圾桶 载员实在是受够了担惊受怕的日子 他决定先下手为强 主动约了保险业务员见面 恰好经过连郎的时候 遇到了等他的小颖 小颖想弄清楚二人之间到底有什么误会 或者给个解释的机会也行 载员表示等他有了判断自然就真相大白了 说罢小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镜头一转 载员和业务员见了面 殊不知已经被人偷偷地拍了下来 载员很好奇为什么要翻陈年旧事 于是暗中调查了业务员 刑警出身 因涉嫌收受贿赂被调查后主动辞职 没过多久就已无嫌疑结案 业务员觉得可笑 这么神通广大却对自己家人的是义无损治 载员提议 业务员继续调查妈妈的死因 当然不白干 他愿意给出意想不到的奖金作为报酬 晚上回到家 载员发现老公没在 于是立刻让金秘书看看闺蜜在不在公司 然而意外的是 闺蜜还在努力地创作 凑巧这时顺勇回到家 还撑几天没去健身感觉有些累 听到这话载员再也控制不住情绪 质问他为什么那样对自己 顺勇弄清误会后 解释他真的去健身了 早在三个月前就换了健身会 也在那栋居民楼上 后来才知道是高中同学开的 载员又问那短信是怎么回事 不然载员想起 老公有个双胞胎的哥哥 顺理成章地将所有事和哥哥联系在了一起 两口子算是解除了误会 第二天 载员设计新产品是回忆起 小影是四年前才回国加入公司 秘书查到办公室遇害那天 他和同事们在夜店 有好几个人都能坐这儿 这几天接连发生的事让载员头疼病发作 但这一次他没有吃药 原来载员小的时候 被最信任的人 推测是他的妈妈 曾抱着准备轻生 自那以后就得了这种 他不明白好不容易生活过的幸福了 为什么受伤的又是自己 第二天一早 载员上班偶然看到了 小影开的那辆车 便立刻找来安导人员确认 原来车辆登记在设计者的名下 归所有组员轮流使用 听到这话 载员意识到可能真的冤枉小影了 电梯开门的一刹那 二人又恰好相遇了 而这一次载员主动邀请小影共乘 似乎并不再怕他了 那么小影真的是被冤枉了吗 正气与闺蜜正面开思 原来小影得知被误会后有些生气 主动掏出手机自证 办公室遇害那晚他和女友在夜店 载员感觉理亏 不好意思地道了钱 为了弥补答应和他来到一处工作室 感情戏就不讲了 明显感觉到小影对载员有意思 第二天一早 载员亲眼看着丈夫 把女儿带出家门去上幼儿园 他刚出门就遇到了继父 老爷子大老远特地给女儿送小菜来的 原来载员小时候得了头疼病后 每一次看诊 都是继父陪着他到医院 如今载员虽然怀疑继父谋害了母亲 但心里还是难以割舍养育之恩 叮嘱他下次提前打个电话 不然家里没人怎么办 老爷子安慰女儿没关系 担心提前通知会打扰孩子们工作 想着放下小菜就离开他 妇女两个的感情似乎有所缓解 另外一边 业务员利用关系查到 小影的出入境记录 于是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载员 原来小影并不是四年前才回国的 早在七年前就有过一次入境记录 也就是说和跟踪狂出现的时间吻合 其实载员清楚地记得 第一次见到小影时 这人亲口说自八岁被领养到国外以来 是首次回国 他想不通对方究竟想要隐瞒什么 就在这时保姆打来电话 他的家里有事需要早点下班 孩子可能得载员自己接了 然而载员怎么都打不通老公的电话 另外一边 一个长相酷似老公的人盯着保姆离开后 故意打扮成顺勇的样子 偷偷地溜进了载员家 轻车熟路地走进书房 看准时间后 将一个信封丢进了抽屉 与此同时 载员来到幼儿园才得知 女儿今天压根就没来 可早上明明看到老公带着孩子出门了 他先是回家寻遍各个角落 不过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然后到孩子长去的公园也没找到 期间多次打给老公 但那头始终没人接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载员询问社区的工作人员 有没有看到丈夫和女儿 工作人员表示 中午的时候看到顺勇带着女儿 和一个女人在吃饭 听到这个消息 载员的情绪崩溃 他立刻让金秘书看看闺蜜在不在公司 结果闺蜜真的没有在 载员立刻来到闺蜜的家 激进疯狂的一边按着门铃 一边喊着女儿的名字 然而始终没人应 直至深夜 载员精疲力尽地回到家 无视丈夫的存在 静止地冲向二楼 看到女儿已经在房间睡着 这才安心 然后质问丈夫今天去了哪里 听到这话 载员彻底爆发了 他不明白丈夫是真的不知道情况 还是在演戏 丝毫不清楚自己为什么生气 最终失望地离开了这个家 刚开出去没多远 载员接到了同学的电话 表示在忙也得参加校友会 然而他并没得到通知 一听闺蜜也在 载员立刻赶到了派对 并特地坐在了闺蜜的旁边 原来在读书的时候 闺蜜不仅家是好 读书也非常优秀 只要一提起他的名字 可以说是无人不知 没人想到如今 载员混得是最好的 本就憋着气的载员 让闺蜜聊聊和男友分手的是 闺蜜的脸色肉眼可见地变差 转头看向了他 极不情愿地从牙缝里 挤出前男友的名字 并且表示 男方不是演员而是个模特 闺蜜仇视了载员几秒后 觉得他真的是喝醉了 恰好这时倒是走了进来 他俩的恩怨算是告一段落 次日载员迷迷糊糊的醒了过来 丈夫给他留了眼 公司的文件送过来了 放在了书房的桌子上 然而载员在桌上并没有看到所谓的文件 反倒是在抽屉里翻出了那个信封 信封里装的是房屋登记证明 母亲死亡那年 继父以4亿4千万韩元的价格 购入了一栋别墅 刚好和业务员说的对手 如今别墅租赁源一览 赫然写着闺蜜的名字 载员立刻驾车来到别墅的地址 恰好看到丈夫带着女人 走进了闺蜜的家里 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他亲眼看到丈夫和闺蜜暧昧不清 虽然心里非常的愤怒 但在同事们的面前不得不装出没事的样子 直至下班后 载员再也承受不住了 蹲在路边仿佛像虚脱了一样 当晚回到家 丈夫走上来关心妻子今天累不累 载员就是叹性地问今天去了哪里 他听后明显有些紧张 声称下午见了卫前辈 想在下学期重新授课 这就和妻子看到的有出入了 于是载员故意提到二人共同的女性好友 透露他的老公出滚了 夫妻俩最近正准备离婚 并且强调丈夫一定能体会好友的心情 其实此时载员的心里非常的恨丈夫 恨到想杀了他 就在这时 女儿吵着让妈妈陪他玩一会 俩人的谈话就戛然而止了 一转头 载员问女儿 下午和爸爸去了哪里 孩子记得爸爸带自己去见他的朋友 但是没有见到 实际上朋友传错了地址 不过女儿没有说 那就不能怪载员多想了 与此同时 闺蜜主动找到小颖 我个人猜测他俩是前男女朋友关系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分手了 就在闺蜜回忆二人留学时光时 小颖意味深长地说了句到此为止 原来他撞见闺蜜和酷似载员老公的人举止非常的亲密 然而闺蜜却淡淡一笑 解释那人不是载员的老公 深夜顺勇总觉得门口有人盯着自己 可顺着方向看去又没人 实际上载员确实来过 他趁丈夫在书房的间隙 将监控器偷偷地放在了客厅的花盆里 第二天一早 宰员又没有吃药 并且单方面宣布女儿不去幼儿园了 以后在家学习 紧接着又到公司堵住闺蜜 依我看她的猜忌心已经变成病态了 闺蜜当场翻脸 挑明别以为现在的成就是靠能力获得的 宰员表面上为人着想 关心人 实际上把自己留在身边是为了凸显她的成功而已 宰员的火气也上岸了 表示曾经把她当作朋友想帮一把 始终相信不会背叛自己 但现在闺蜜践踏了她的尊严 至此二人彻底冒败 就在这时业务员要求立刻见面 他查到宰员妈当年的救者记录 并且仔细地询问过抢救的带路事件的经过 据大夫回忆 宰员妈实际上喝了四次农氧 最后一次没能救回来 当时监护人的说法是误实 后来宰员妈恢复清醒也说了同样的 但业务员觉得如果反复误实 更加可以确定如果不是自杀 就是有人想要害死他不意味的 那为什么两个人都说是误实呢 宰员立刻驾车赶往继父的乡下 原来小时候每当他被冤枉的时候 总是继父出面撑腰 不说比亲爸强爸 那也几乎不相上下 宰员很疑惑这样的继父真的会害死母亲吗 他鼓足勇气提起了保险金的事 继父听后没有想象中那么激动 反倒是平淡地讲出了原由 原来当年宰员妈痴迷赌博 都快把家里败光了 继父为了生活把钱都藏了起来 他见软的不管用 就拿喝农药威胁 吓得继父立刻把妻子送去了医院 他担心迟早闹出人命 索性就尽量满足宰员妈 结果宰员妈觉得这样是个办法 之后一缺钱就威胁喝农药 继父没告诉宰员 是害怕烂摊子给他收拾 没过多久宰员妈就喝农药死了 有人告诉继父可以领取保险金 他就用那笔钱还了赌债 剩下的买了间小公寓 宰员好奇是谁说可以领保险金的 原来宰员妈抢救那天 丈夫顺用第二时间赶到医院 与此同时 小颖将那个路由办公室 袭击案视频的储存卡交给同事 拜托他还原里面的内容 没过一会数据就恢复了 那晚袭击宰员的人 正是设计组的职员白盛奎 小颖立刻找到盛奎的女友 打听他的下午 然而盛奎去了宰员区的乡下 小颖听后立刻向着乡下冲去 期间他怎么打宰员的电话都没人接 直至傍晚 宰员准备离开继父家返回市区 老头看着女儿离去的身影 缓缓地走进了屋 却在王七的照片旁停了下来 紧接着就捧起相框 丢在地上摔得粉碎 原来当年宰员妈喝了农药后 在地上痛苦地祈求救主 而老头面无表情地 站在他碰不到的地方 他竟然有两个 声音 声高 就连长相都一模一样的老公 原来宰员驾车返回市区 想要躲避路上的大货车时 突然发现刹车失灵了 一瞬间他特别的慌张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凑巧碰上前方道路失崩 宰员为了避让前方车辆 不得不从雪糕桶上直接撞过去 就在这时 小颖开车追上了宰员 他本想加速到前面 用自己的车强行别停宰员的车 但对象车道有车辆经过 小颖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 眼看前方就是汉江了 小颖向右打满方向 从小路全速前进 此时宰员已经发出来绝望的尖叫 小颖瞅准时机 加大了马力 二人差一点就被强大的冲击力撞进河里 好在是停了下来 不幸中的乱行 二人都只是受了点轻伤 小颖发现车子的刹车片出了问题 行车记录仪也处于关闭状态 于是问今天有没有偶然遇到谁 宰员忽然想起 业务员曾说小颖七年前回来的事 好奇他是怎么知道自己在乡下并找到的 小颖没有回答 表示等一切搞清楚了再说 总之宰员明确地告诉了小颖 自己目前还无法信任他 进了五宰员直接瘫软在角落里 他真的怕了 不知道该怎么挨过接下来的每一天 另一边 小颖马不停蹄地来到盛奎的住处 刚到楼下就看着一群人围在那里 有个人从楼上掉了下来 他立刻拨通了盛奎的电话 伤者的口袋却亮了起来 也就是说被幕后黑手抢先了一步 第二天 宰员查看了家里的监控 并没有发现丈夫异常的行为 就在这时 一个陌生的号码发来张照片 并配文 还记得吗 七年前的那天 另外一边 盛奎捡回了一条命 医生将他的物品交由小颖保衡 恰好有一通电话打了进来 小颖犹豫了一下 还是按下了接通键 然而对面却传来了宰员老公的声音 这人发现没人说话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当天晚上 宰员还是没有吃药 并且在工作室埋头苦干 他打算用工作麻痹自己 然而越是这样 他的病症就越严重 再加上这些天发生的离奇的事 让宰员逐渐的烦躁了起来 第二天的新产品发布滚 迟迟等不到宰员的声音 秘书急得四处打电话找人 可依旧是徒劳 就在这时宰员姗姗来迟 临上台前 小颖发现宰员不对劲 不仅神情慌张喘着粗气 还焦躁地来回踱步 甚至双手止不住地颤抖 会后宰员不明白为什么拦住自己 今天的这个场合 对他实在是太重要了 可小颖却关心他有没有吃药 这句话把宰员吓得向后退了紧 心中暗道他是怎么知道的 镜头一转 宰员恢复了意识 他的好朋友恩静正守在旁边 并劝说得准时服药 原来宰员患有严重的躁愈症 次日出门前 宰员特地叮嘱老公不准带女儿出门 随后就准备出去上班了 恰好遇上了邻居 这人透露有一天和顺勇打招呼 他像换了个人似得没理自己 并且当时开的车和车库里的也不一样 一开始宰员没想明白 他来到公司后开始查看监控 忽然有人叫了声老婆 而走进办公室的正是老公顺宇 那监控里和女儿玩耍的人又是谁呢 宰员猛地想到了什么 拼了命地向家的方向冲去 他当刚和他亲热完 就一脸猥琐地关掉了录制 与此同时 致员震惊地看着眼前出现的老公 又仔细地确认监控里和女儿玩耍的老公 飞快地向家的方向胆怯 路途中他联系休假的保姆 马上到家里看看女儿的情况 没过多久 夫妻俩回到了家 保姆表示孩子正在自己的房间睡觉 致员又急匆匆地往楼上跑 确认过女儿真的躺在床上睡睡后 紧绷的神经这才有了些许的缓解 可没时间仔细思考 他又来到客厅 发现偷安的摄像头还在 便转头走向了保姆 询问进屋的时候有没有见到其他人 保姆坦言没有见过 致员的心中不禁疑惑起来 那视频里的男人到底是谁呢 待保姆离开后 丈夫顺勇忍不住问妻子到底出了什么事 然而顺勇气不过 明明是妻子叫自己去公司的 为什么发这么大火气 直至这时 夫妻俩才意识到事情似乎并不简单 致员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后 决定要找一找顺勇失踪的哥哥致员了 可以听到这个名字 顺勇显得特别的激动 致员立刻解释毕竟致员也是家人 镜头一转 致员拜托业务员查到了致勇最后的住址 他决定亲自去看看 与此同时 红氏复原了盛奎的通话记录 发现了一个近期频繁联系的号码 而号码的主人非常像顺勇 但备注却是致勇 小影记得闺蜜承认现男友是顺勇的哥哥 那么目前嫌疑最大的就是他了 另一边闺蜜在餐厅画画时 服务员感叹他画得真好 并且问了句话的是谁啊 闺蜜想都没想就回答是自己的女儿 然而分明是致员的女儿 致员依照地址来到了致勇的家 很明显房子已经很久没人住过 忽然有位邻居上前打招 他立刻询问认不认识一个叫致勇的人 邻居回忆多年前那人身体不舒服 去大医院看病了 并提供了那家医院的地址 就在致员打算前往时 去过医院了 医生说没事 不过他似乎感觉到父母和平时不太一样 当晚圣奎的女友也就是秘书 把坠落事件告诉给了致员 致员又立刻约小颖见了面 质问他为什么不告诉自己 最终小颖承认 白圣奎就是那天闯入公司的人 而他从公司出去后第一个联系的人 名字叫做许志勇 听到这个消息后 致员不自主地走进一家咖啡店 近几天的遭遇不断地在脑中赏回 直到服务员叫他 他才回过神来 然而接过咖啡的瞬间 致员的躁欲正发作 刺耳的钻门声在脑袋里 怎么样都挥之不去 过了好一会 他捡起一块玻璃碎片 慢慢地攥紧了拳头 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分散注意力 原来读书时致员看精神课那天 恰好被同学给撞见了 他在学校卫生间伤害自己时 凑巧听到那位同学和别人 谈论这个事情 以至于病情愈发的严重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致员认识了闺蜜 二人熟络之后 闺蜜撩开裙子露出腿上的疤痕 表示只要没获得 第一就会被父亲责罚 有着同样遭遇的两个女孩 迅速地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 成为了要好的闺蜜 第二天 老白走访了给志勇治病的那家医院 查到最后这人主动去了疗养院 殊不知有个人正在盯着他 另一边 致员在家里的各个角落 都安装了摄像头 紧接着他找到闺蜜 挑明了问最近交往的人是谁 闺蜜没有明说 表示如果见到男友 大家都会吃惊的 下午小颖来到顺永的办公室 偶然发现办公桌上 摆着他和盛奎的合照 顺永见状解释 盛奎是他推荐到帝公司的 小颖也没瞒着 表示盛奎从阳台上坠楼了 原来那天盛奎约顺永 见面聊关于志源的事 但迟迟没有等到他的消息 顺永就打了一通电话 恰好是小颖接的 然而小颖却觉得 他那天似乎非常想 确认接电话的人是谁 与此同时 秘书汇报 警方和维修店都确认 是刹车片老化导致的车火 并且没有破坏过的痕迹 莫非所有的一切 真的只是巧合 大女主正式开始首次闺蜜三 因为她掌握了一项重要的证据 原来自从仔元装了监控后 丈夫顺永就刻意地躲开他 可毕竟二人有个可爱的女儿 仔元都有些觉得 是不是自己太敏感了 第二天一早 经秘书向小颖打听 案件调查得怎么样了 因为他坚信男友是被人逼迫的 原来盛奎不久前接到一通电话 就慌慌张张地躲出去接听了 秘书察觉到不对劲 也跟了出去 但离老远就听到 似乎有人让盛奎做什么事 与此同时 仔元还在研究那段诡异的监控 突然他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 随后迅速用双指放大 确定了心中的猜想 这时业务员打来电话 许志勇找到了 于是他立刻来到停车场 但却没带车钥匙 就在打算回去取时被小颖拉住 去向护士咨询志勇的下落 但他却得到个惊人的消息 走出疗养院 小颖表示他什么都不会问他 就这样二人又立刻返回市区 路上仔元叮嘱小颖 不要把盛奎袭击自己的事告诉给秘书 因为他已经明白 即便就是同床共枕的夫妻 也不能了解另一半的全部 秘书如果知道男友的所作所为 肯定是无法接受的 第二天一早 仔元吃下了头疼的药 开始筹备如何向丈夫和闺蜜进行报复 下午他早早地把孩子接回了家 然后吩咐佣人将他送到乡下的外公那里照看 一转头就抱着一盆白色的无尽花 按响了闺蜜家的门铃 然后不等对方反应 直接冲进了屋子 进去后映入眼帘的 是一张兔子形状的椅子 他没有声张 晚上还请了闺蜜一家吃饭 原来闺蜜的父亲全会长 从初中就开始资助仔元了 可以说比自己的女儿还器重他 闺蜜自然是看在眼里的 没过一回 仔元接了一通电话 还有个人要来 而这个人正是老公顺勇 闺蜜看到他 眼睛都快瞪出来了 实际上这都是仔元安排好的 原来他发现监控里女儿的衣服多了的蝴蝶结 便意识到视频是伪造的 再加上老公声称三十年没见过哥哥 然而护士却透露 志勇在去年就已经去世了 桑里是他弟弟操办的 所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双胞胎兄弟 闺蜜确确实实和渣男老公搞在了一起 这两个人还在席上刻意的装作好久不见的样子 看得仔元是一阵恶心 故意这样说完后 仔元解释闺蜜有其他的交往的人 自己刚刚说错话了 总之把闺蜜气得总看顺勇 而顺勇害怕地回避了他的目光 此时三个人的心态 全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回到家以后 闺蜜气愤地摔烂了花盆 而仔元也对丈夫挑衅 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妻子警告丈夫早点和闺蜜断绝关系 没想到他却这样回答 仔元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过错方竟然还这么理智气壮的 丈夫顺勇索性挑衅 他和闺蜜允针早就好上了 还以仔元养父的名义租了房子 甚至一起生活大概有三个多月了 仔元到今时今日才看清丈夫的真面目 万万没想到顺勇提出了离婚 他希望越快越好 智元不明白 他为了这个家尽心尽力的工作 到底为什么这样对他 然而顺勇听后觉得可笑 称工作全都是为了自己而已 不管父母 不管女儿 牺牲家人才爬到了那个位置 智元警告顺勇 此也不会让他带走女儿的 可顺勇提醒 为了女儿最好别闹上法庭 实际上仔元想知道真正的理由 究竟为什么这样对他 以及隐瞒的一切 注意顺勇差一点说出口 但明明话到了嘴边上又咽了回去 换了一个不爱的理由 那仔元自然是接受不了的 抄起杯子摔了稀巴烂 碎片还划伤了顺勇的脸 顺勇嫌弃地看了一眼仔元 直接离开了家里 二人的争吵这才算告一段落 第二天一早 仔元看着衣柜里的农药发呆 脑子里不断地回想起小时候 妈妈不知道什么原因 自杀求死的场景 给幼年的他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 虽然仔元不想原谅顺勇 但毕竟他是孩子的父亲 对于女儿来说 他也是独一无二的好爸爸 所以想守住这段婚姻 另一边 顺勇打算提交离婚申请了 其实他早就准备好了 律师朋友不理解 那么多金的靠山妻子多好啊 为什么非要离婚呢 顺勇坦白结婚这二十年间 别人叫他都是仔元男友 仔元老公 所以受够了 但离婚自己只要一个 紧接着他就拜访了岳父 带去了很多补品 关心老爷子吃得好不好 穿得暖不暖 不过顺勇没有提起离婚的事 反观仔元 他依旧按时来到公司 直至下午才抽空见了律师 律师坦言财产方面不用担心 因为南朝鲜的律法规定 即使对方是过错方 但平常照顾孩子多 跟孩子更加亲密 能得孩子提供更好成长条件的话 依旧可以拿到抚养权 仔元目前要做的 是尽量多地找出证据证明 是丈夫破坏了这段婚姻关系 经济状况也要了解一下 多方面搜集 证明老公不适合抚养孩子 忽然仔元发现了顺勇的笔记本电脑 就在他打算查看时 邮箱发来一条匿名邮件 载元紧张地点进去一看 里面竟然是顺勇和允真的亲密视频 与此同时 顺勇回到了允真的住友 一下就发现了兔子椅子 原来是允真的故意买来放在那 并且关心顺勇的脸怎么了 被感动到的顺勇靠在了他的肩上 表示一切都结束了 然而当允真问以后 三个人是不是能生活在一起时 顺勇却没有回答 妻子刚刚堵死了渣男老公 然而一转眼尸体却不见了 原来小影发现 盛魁联系完许志勇那天 紧接着又联系了顺勇 也就是说弟弟没有假扮哥哥 与此同时 载元同意了离婚 顺勇没想到会这么顺利 载元一边表示死缠烂打没意思 一边给丈夫倒了杯酒 希望在手续办完之前做个了断 说爸将酒杯递到了对方的面前 然后自己先喝了一口 见载元一饮而尽 顺勇没多想也跟着喝光了 然而没过一会毒性发作 他痛苦地躺在地上 哀求妻子救救他 地旁的载元只是冷漠地看着顺勇 直至毒发身亡为止 突然载元从睡梦中惊醒 原来他吃了太多的安眠药 刚刚发生的一切都是长梦 载元立刻冲进厨房 把毒药禁术倒进了下水 第二天一早 继父就把外孙女送回了家 老爷子一眼就看出女儿的状态不对劲 不过他没有多说什么 一个人走进卧室 发现里面堆满了废弃的手稿 继父知道载元的病发作了 他试探性地问女儿 最近和女婿没发生什么吧 老爷子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随便找了个理由便走出了屋子 出了屋子后他眼面痛哭 自顾自地嘟囔全怪他 原来载元在读书时 因为精神类疾病的关系 家长们曾联名抗议过 但继父认为生病也不是孩子的错 真正的坏人是那些 把生病的女儿当成罪犯的人 那天下午继父把女儿领回了家 路上孩子表示再也不想去医院了 没想到老爷子不仅同意 还决定立即转学 然后换个名字 到没人认识的地方重新生活 他觉得只要好好吃药 就不会有人知道患病的事 然而炸裂的来了 女孩的名字并不叫载元 而是叫允珍 想到这老爷子哭得不能自已 下午顺勇回到了家 待老人和孩子出门后 便问妻子有没有想好 钱什么的都不要 只要女儿的抚养权 载元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另一边 允珍来到幼儿园 偷偷地把孩子给接走了 而载元来到发布会的现场 恰好碰上了小影 突然一声巨响 吓了他一跳 几段碎片记忆在脑中不断地赏回 离开会场时 载元忽然想起了一些事 一些有关小影的记忆 那么他俩以前到底发生过什么呢 闺蜜不但抢了他的孩子 甚至还对幼儿园这样说 然而他却霸气反击 原来载元成名前就见过小影 多年前他刚想吃药缓解造育症 全会长突然走进房间 吓得他将药洒落一地 小影顺势承认是他不小心打翻了东西 实际上偷偷地收拾好药品 这才没被人发现端倪 好巧不巧之地要他认识 事后小影安慰载元 缓解药不能吃得太多 不知不觉中二人聊了很久 载元的症状也得到了缓解 作为感谢 他承诺下次见面一定会还这个人情 然而小影却叮嘱 这次说定了 但载元没懂意思 二人的见面便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实际上 小影还知道载元另一个秘密 他留有他读书时的名牌 我个人猜测二人应该是同一所学校的 也就是说小影知道载元的真名叫做徐云珍 返回公司的路上 载元接到了幼儿园的电话 原来闺蜜今天带他女儿出去玩过 并且声称是要和孩子爸爸结婚的关系 以后可能会由他接送 所以提前过来打个招呼 载元只想知道丈夫顺永之不知道这件事 原方觉得他应该知道 据说孩子以前的班主任曾接到顺永的尾 闺蜜不止一次来送过学习用品 想到这载元的情绪彻底崩溃 女儿就是他的底线 既然二人坐到了这个地理 那么也是时候反击了 载元立刻联系了业务员 将一个优盘交给了他 第二天 警方通知小影 因为白胜奎的债务特别多 再加上现场没有打斗过的痕迹 就连指纹也都被本人擦干净 所以推断为自杀 然而一转头 办案警员就联系了业务员 把案件详情全都告诉给了他 实际上业务员早就拿到了当天的监控视频 并且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 与此同时 秘书向全会长汇报 盛奎案已经以经济困难自杀结案 监控也一并销毁了 当天晚上 顺永和允珍坐在一起畅想未来 他们打算今天的开幕式结束后 就换一栋大一点的房子 镜头一转 允珍正忙着招呼画展的宾客 载元看着他思绪回到了那一天 两个人关系还好的时候 允珍曾表示过 他不像载元那样有运营公司的名 和温柔的老公漂亮的名 画作就是他的遗切 就像孩子一样 想到这载元打了个电话 通知对方一切按照计划进行 随后便坐在了贵宾席 待允珍发完言后 他向主持人使了个眼泽 主持人心领神会 邀请公司代表上台讲话 载元先是对闺蜜的画作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然后当众递给他一袋现金作为酬劳 如此羞辱允珍自然是受不了了 他质问一定要这样吗 等闺蜜回走 载元就警告他 自己不会再被控制和欺骗 所以要换成他喜欢的话 说爸提了一桶黑色的油漆 毫不犹豫地泼了上去 与此同时 顺勇以泄露地公司设计罪将被带过 就在这时载元的电话打过来 而载元蹲在闺蜜的面前 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他为了争夺女儿的抚养权 沐熙亲手将渣男丈夫送进监狱 并且警告他如果不想一无所有就准备诉讼 然而丈夫顺勇听后微微一笑 载元气得让丈夫立刻搬出这个家 夫妻俩的感情可以说在这一刻彻底的决裂了 顺便要提一下 只要载元难过或者病痛发作事 他的好朋友兼心理医生恩静就会出现 不确定是不是幻觉 第二天 秘书向全会长汇报 他女儿的男友就是许顺勇 与此同时 业务员约见了载元 这人发现有个催性的记者 一直在暗中调查他 不过已经用手段搞定了 言外之意就是得加钱 载元自然明白 他以母亲保险金一事事误会为原 希望与业务员的合作到此为止 然而业务员欣然答应的同时 问载元难道不想知道是谁匿名举报的继父吗 此话一出载元又陷入了猜忌 另一边 全会长提醒女儿 花了大价钱 却没达到预期效果的东西不能留 平直称的是趁载元动手之前先放一放 此外为什么要招惹顺勇 他让允真立刻分手 全会长觉得女儿只会捡载元不要的东西 就连结婚的对象也是 为什么活在微不足道的载元身影之下 然而允真却认为父亲一直拿自己和载元做比较 其实全会长是在为听证会做准备 他可不想女儿成为敌对的把语 这一巴掌把允真给打笑了 反正他的心意已决 没想到全会长透露了一件 当年允真帮他做的见不得光的事 很快载元夫妇离婚登上了头条 载元为了不被记者骚扰设置了静音 感情戏就不讲了 小尹坚持要送载元回家 电梯里他问对方 如果自己以前做了件对不起他的事 能不能被原谅 至于具体指什么载元没说 第二天一早 女儿说什么都要找爸爸 就连外公哄都没有 而顺勇在幼师的口中得知 孩子这几天都过来幼儿园了 下午孩子一个人在院子里玩时 一个打扮精致的女人推门走了静 直接蹲在了孩子的面前 而他正是闺蜜宇珍 没过一会 载元接到电话孩子出事 他飞快地往家的方向感 恰好与闺蜜的车擦身而过 他昏昏沉沉地醒来 发现睡衣整齐地跌在椅子上 而这一切似乎与继父和丈夫有关 原来载元飞快地回到家 女儿坐在沙发上不停地哭 问他发生了什么他也不肯说 就在这时丈夫顺勇回到了家 孩子挣脱载元的怀抱 静止地扑进了他的怀里 原来继父一直打不通女儿的电话 所以才打给了女婿 晚上 继父怀疑是邻居对外孙女 说了父母离婚的事 此外老爷子不明白 就不能给女婿一次机会吗 孩子还那么小 非要闹到离婚的地步不可 载元想解释 可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 一转头父女俩回到了屋里 此时孩子已经睡着了 载元便让顺勇离开 老爷子觉得 外孙女不能没有爸爸 不如让顺勇剥呆几天 其实载元特别心疼女儿 默认了继父的提议 回到卧室他就掏出精神类药物 不自主地回想起这些天 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 索性加大了剂量 而这种药服用过量 有严重的副作用 但是载元没有遵依主 闭口吞下好几天 然后将睡衣随手 放在了椅子上就睡着了 与此同时 顺勇问继父 关于妻子有没有什么事瞒着他 老爷子听后停顿了一下 表示现在没有能说的 夜里 载元翻过来覆过去的睡不着 不知道是要的副作用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迷迷糊糊地来到一楼厨房喝水 忽然门砰的一声 顺着方向看去 是顺勇站在外面 载元强忍身体的不适 勉强扶着橱柜才看清 继父似乎和丈夫正在密谋着什么 第二天一早 载元昏昏沉沉地醒了过来 他发现水杯就在旁边 随手搭在椅子上的睡衣 也被叠整齐了 一转头 他来到律师事务所 期间律师接了个电话 对方拿到了配偶的诊疗记录 只要交上去就能打赢官司 载元有些担心 他不清楚配偶的诊疗记录 对方可以查看吗 南朝鲜的律法规定是可以的 如果一方隐瞒了精神疾病或重大疾病 都可以成为离婚的理由 律师提醒有什么情况需要提前告知 然而载元却没有讲出口 他突然回忆起 昨天放药的地方多了条毛巾 而今天睡衣莫名的叠好 再加上昨晚继父和丈夫的奇怪行为 他立刻冲回家 打开了放药的保险箱 幸好药还在 就在载元整理时 丈夫顺勇突然出现在了身后 原来二人在热练期的时候 载元就对顺勇隐瞒了患病史 时至今日他都不知道 载元希望丈夫可以坦诚一点 因为知道他一开始不是那种人 很想知道为什么会变心 然而顺勇却认为 如果载元知道真相一定承受不了 并且说了一段莫名其妙的话 至于为什么这么恨妻子他没有说 载元的思绪一下就回到了那天 妈妈抱着他打算投合自尽 幼小无助的孩子只能被迫跟随 这也成了他摆脱不掉的梦魇 但凡遇到困境 梦魇就会浮现在脑中 仿佛是提醒不幸就是载元的结局 另一边 小尹根据盛魁的手机 查到了他曾让朋友帮忙保管了两核行李 其中一盒有张证书 是议员讲学团资助盛魁的 而这个财团的董事长正是全会长 他资助这么多学生的目的 事物尽其用 与此同时 载元把允真叫到了办公室 希望与他签订画家合约 实际上律师焦载元 一定要在大庭广众之下 揭发二人不耻的行为 引导舆论凶狠地指责他们 那样公司才不会受到影响 而载元也吃定允真没有别的选择 因为他努力了二十年 却没人赏识他的画作 对寂寂无名的画家来说 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此时允真还在纠结被泼的那幅画作 没有立刻答应签约 忽然载元改变了心意 不想给他这次机会了 并且提醒范低级绯闻的主角 不是自己而是他 允真一听也来了火气 他表示和载元不一样 没有要守护的公司和家人 甚至可以放弃绘画和梦想 只要顺勇一个就够了 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韩剧《我的幸福结局》剧情大反转 大女主才是本剧的恶人 原来允真离开办公室后找到了小颖 揭露载元栽赃顺勇 使他接受调查一事 然而做这件事的人正是小颖 小颖警告允真 也想利用这件事让载元难堪 如果敢再有别的举动 自己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当天晚上 顺勇在车里发现一部手机 通讯录里联系最多的人是白胜魁 与此同时 载元刚到艺人财团的表彰会现场 业务员就拿着一袋材料堵住了他 此外还透露 小颖似乎知道泄露设计图栽赃的事 就在刚刚小颖拦住了业务员 主动递过来一个装有公司秘密的U盘 更加便于他陷害顺语 镜头一转 载元在艺人财团表彰会上发言 此时他的脑中有好多声音在提醒 其中律师让他当众揭发丈夫和闺蜜 另一个自己问该不会是怕吧 突然手机收到一条短信 是那个跟踪狂发来的 还没等载元反应 对方又发来不会忘了我白眼 紧接着是一张发言的照片 也就是说这个人在现场 是丈夫顺勇 或者是台下的闺蜜 还是不远处的业务员 此时载元非常的害怕 然而照片还在源源不断的发过来 最终表彰会不得不提前结束 另一边 顺勇质问闺蜜认不认识盛魁 顺勇直接掏出那部手机 表示是在他的车上发现的 然而允真还想剿面 顺勇威胁只好去问问群会长 一听这话他有些紧张 撒娇让顺勇回家再聊 没想到顺勇直接甩开他 一个人静止地离开了 他回到家 就开始翻看跟踪狂发来的短信 其中有一条让载元别忘了那天的所作所为 点进链接后上面显示都灵生物 具体什么意思他没有看懂 第二天 载元看了业务员找来的 关于顺勇的通话记录和支付记录 仔细核对后发现 有一条与都灵生物往来的通话 这不就和跟踪狂的对上了吗 载元立即拨打了这个号码 都灵生物无需验证身份就可以做亲子鉴定 并且通过邮寄的方式直接寄到家里 载元立刻冲回住处 翻遍了家里的每一个角落 终于在储物室找到了都灵生物寄来的鉴定证书 他颤颤巍巍地拿出鉴定结果 那么孩子是不是顺勇的呢 男人收到一封匿名邮件 标题上写着女儿不是你亲生的 刚开始他本想对妻子坦白这件事 然而妻子每天都很晚才回家 回家后就表示很累要休息 之后顺勇想过找朋友调查邮件的来源 但对方发来的是一次性的 超过时效地址就会消失 无法找出幕后的发见人 目前已知代号叫做AM 就在顺勇想要删除邮件时 发现里面附带了一张照片 点开后他的思绪彻底被打乱了 一个男人架着载元走进了房间 最终在疑惑和不解的心态下 顺勇联系到了都灵生物 很快亲子鉴定的结果就寄到了家里 他和女儿的亲子关系不成立 顺勇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一瞬间恩爱的妻子 聪明的女儿和幸福的家庭全部崩塌了 于是他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首先向保险公司举报寄付骗包 然后与闺蜜见面故意被载元发现 从现在起 顺勇想让妻子也感受一下 信不过爱人 从而不断地怀疑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所有的一切都是他故意设计 时间回到现在 载元看到亲子鉴定结果后 处在了崩溃的边缘 他立刻拿了女儿和丈夫的牙刷 拜托朋友重新做一次鉴定 那么七年前的产品发布会上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得到了答案的载元 仿佛形势走漏般 漫无目的地游荡 因为他从没想过 家庭不幸的开端竟然是因为自己 如今回想丈夫说的那些狠话 似乎也有情可原 这一刻载元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顺勇 我个人猜测 有人偷偷地把他的药换成了安眠样 然后趁他迷离乎乎时带去了宾馆 事后载元是知情的 但他没有对任何人说 与此同时 业务员找到了全会长 原来他们两个之间是有勾当的 全会长让业务员掩盖了白胜奎死亡案 而另一件似乎和小莹有关系 当晚载元回到家 主动对顺勇承认了七年前发生的那件事 慈善财团的老师 将女学生介绍给了南朝鲜的高官 期间不停地劝他喝下8加1 很快女学生载元的意识开始模糊 眼前的景象也变得迷离起来 在仅存意志的驱使下 他转身离开了会场 然而脚下的步伐越来越沉重 不知不觉中来到一处长廊 而身后老师和高官正紧紧跟随 就在这时丈夫顺勇的电话打过来 载元一个没拿稳 手机掉在了地上 不知道是谁捡了起来 镜头一晃又出现在了他的手上 模糊不清的记忆到这就彻底断片了 一阵急促的铃声把载元吵醒 原来是秘书打来的 载元便问昨晚是谁把他送回的家 秘书的话和昨晚残存的记忆 恰好能对上 他也就没多想 没过一会丈夫的电话又打了过来 因为今天有课 所以他很早就出门了 然而当载元准备洗漱时 却发现平时爱干净的丈夫 把浴室弄得乱七八糟 他解释真的不知道 孩子和丈夫没有血缘关系 此时顺勇已经不相信载元了 因为他从来没有不一丝的罪恶感 如今好好一个家全毁了 载元还有脸说很幸福 每当那个时候都恨不得杀了他 尽管载元一遍又一遍的重复对不起 顺勇也不打算原谅他了 唯一的要求就是 放弃女儿的抚养权 但载元表示他办不到 顺勇为什么这么执着女儿的抚养权呢 原来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刻 就让这位新手奶爸爱不是什么 由于载元忙于工作 深夜照看孩子的自然是顺勇 就算困得哈欠连连也不曾抱怨过一句 在后来孩子长大了 他干脆辞掉了工作做起全职嘱咐 一千多个日夜的相处 让顺勇无法割舍这段缘分 载元听到丈夫的哭声 一时间也有些不知所措 就在这时 二人的手机同时收到AAN的消息 现在才刚开始 当晚载元做了一个噩梦 躁郁症可以由父母遗传给孩子 母亲抱着他头盒的场景 变成了他抱着女儿 载元猛的惊醒 另一边 小尹查到业务员和警察的勾当 威胁二人交出圣魁案的监控视频 最终警员害怕丢了饭碗 承认当晚拍到了全会长的女儿允珍 原来那晚圣魁不想再受允珍的摆 打算就此收手 然而允珍威胁他 收手就把所作所为告诉女友 随后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允珍不小心将圣魁推下了天台 事后他用白色的手机打给父亲 请求帮自己掩盖这件事 与此同时 于是翻开了身后的记事本 原来他这段时间一直在调查此事 如今那部白色手机 就在顺勇的手上 他打给服务商查询短信的收送记录 却意外得知机主叫许志勇 就在这时允珍来找顺勇道歉 允珍听后一时语色回答不上来 而顺勇已经受够了 他最开始就是利用允珍调查 但现在这人满嘴谎话 于是决定结束这段关系 并警告离自己的女儿远一点 然而为了得到喜欢的人 允珍已经没办法收手了 那么接下来他会怎么做呢 被与临时的妻子跪在丈夫的面前 声泪俱下地祈求他照顾好非亲生的女儿 然而一转头 又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早在三天前 载元和顺勇就离婚仪式进行了协商 丈夫唯一的要求还是女儿的抚养权 但载元实在是放心不下亲女儿 所以不打算给他 听到这话顺勇有些愤怒 当即表示无论别人怎么议论 孩子就是他的亲女儿 所以类似的话不想听到第二遍 能达成统一 当晚载元就来到了乡下继父的家里 似乎能倾诉的对象也只有他了 载元坦白将要和顺勇离婚 不是女婿的错全都怪自己 其实载元好奇 为什么不离开是赌诚信的妈妈呢 继父也觉得自己当时肯定是疯了 竟然守着一个把自己孩子抵给高利贷的人 原来当年载元妈没有抵押物 就用女儿借了五百万韩元 拿到钱后便不知了去向 晚上继父得知消息 不知道在哪借的钱 这才将孩子赎走 继父的爱可能没有母爱般性 但却给予了童年载元足够的安全感 直至现在载元回想起来 都认为继父一定会来接自己 可能孩子就是老爷子 没有离开的原因吧 临回家前 载元希望继父不要生病 能够永远地陪在自己的身边 镜头一转 载元站在磅礴的雨中 回想起小时候每当受了吻屈 第一个出现的总是继父 红样女儿遇到了困难 也都是丈夫给予的鼓励 直至此时载元才明白 顺永就如同继父般照亮了女儿的方向 给予了足够的安全感 想到这他再也控制不住情绪 眼泪和雨水浇杂在了一起 没过一回 载元回到了家 直接跪在了顺永的面前 承认害怕女儿长大成人后 在他的记忆中自己是个坏妈妈 所以诚恳地拜托丈夫 请务必好好抚养女儿 顺永明白妻子的意思 一瞬间也红了眼眶 故事似乎到这就告一段落了 然而三天后的早会上 载元决定选品定在17号 载元似乎丢掉了两天的记忆 晚上他刚回家 两天没见到妈妈的孩子 一下就冲了上来 载元看上去完全没有 要放弃女儿的样子 对顺永的态度 也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甚至吃晚饭的时候 还主动牵了他的手 顺永全程的一脸 不可思议的样子 第二天一早 载元照镜子的时候 镜中年轻的自己 在向他微笑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妻子一夜之间像是换了一个人 竟然主动原谅了劈腿丈夫的闺蜜 原来今天一早 载元怎么都联系不上允真 然后开开心心的就去上班了 顺永觉得妻子有点不对劲 在冰箱里发现了他经常吃的药 话分两头 允真到公司找载元 没想到却被载元 从后面来了个热情的拥抱 并且埋怨为什么不接电话 二人之间还有什么好计较的 说吧递上来那份 之前没能签下的招聘合约 一开始允真认为是在耍自己 明明已经取消了为什么改变主意 然而载元不明白他的意思 甚至觉得是不是在恶作剧 突然载元似乎想到了什么 立刻神情慌张的解释 可能是因为每天要处理的事太多 再加上熬夜工作 自己说过什么都不记得了 所以如果他做了什么过分的事 还希望允真能原谅 允真见状忽然记起 读书时载元在割腕后 也忘记伤口是怎么弄的了 几乎可以确定他患有某类疾病 不过没有说出口 毕竟对自己是一件好事 随即表示回去看过合约后再签字 载元很高兴闺蜜的加入 离开办公室 允真抑制不住的开心 秘书察觉到了不对劲 立刻将载元现在的状态 告诉给了小颖 另一边 顺永来到了岳父的家里 详细地叙述了一遍妻子的遗养 并掏出载元经常吃的药 询问是怎么回事 然而岳父和妻子的回答如出一辙 就像提前串通好了 再打听下去也没什么意义 于是决定亲自去调查 与此同时 小颖遇到了允真 而允真已经猜到小颖知道 载元有病了 顺永这边向精神科医生 咨询药物的准备 他查过说是治疗躁郁症 然而医生拿在手上看了看 却以保护病人隐私 唯由拒绝回答 尽管顺永小之以 情动之以理 医生都拒绝了他的咨询 但却善意地提醒 依照顺永描述的病情来看 最好住院进行集中治疗 也就是说载元的病情 已经非常严重 当晚顺永回到家 怎么呼唤女儿的名字 都没有得到回应 就连载元似乎也不见了 难道发生了意外 还是其他的什么事呢 他捡起地上的烟屁股 顺走别人用过的牙刷 逐一比对谁 才是自己女儿的亲生父亲 原来顺永焦急地冲进卧室 才发现是妻子和女儿 准备的生日惊喜 他紧绷的神经瞬间放松了下来 很快随之而来的是难过 是对自己做出了愚蠢的行为 感到后悔 他没说话直接离开了 转身坐在了外面的围墙上 载元担心地紧跟着追了出来 顺永掏出药片 问他要瞒到什么时候 载元一把夺过药盒 其实顺永没有责怪的意思 只是想尽到丈夫的责任 然而载元紧张地手抖不止 解释没有勇气告诉他 正因为是家人 才不想让丈夫和孩子像自己一样 总是逃避 害怕 承受那些异样的目光 所以载元认为这件事 还是不坦白的好 直至这时顺永才真正的意识到 孩子不是亲生的 可能并不是载元的错 第二天 允真主动联系了业务员 想了解一些关于载元的事 业务员自然非常欢迎 前提是给足报仇就行 当晚 顺永拜托朋友 弄到了七年前发布会的录像 依照上面出现的人物一一比对 然后逐个搜出如今在做什么 期间他意外发现 业务员也曾出现在会场过 于是顺永搜集了这些人的DNA 逐一和女儿做了亲子鉴定 当然也包括业务员的 殊不知恰好被这人给看到了 另一边 允真故意告诉载元 她的脸色不好 该不会家里发生了什么事 本来自己不应该插上 不过有没有想过 也许丈夫有什么 无法说出口的秘密 载元被这么一说 瞬间紧张了起来 紧接着话锋一转 表示只是随口一说 晚上载元回到家 发现女儿痛哭不止 问了原因这才知道 同学告诉她父母要离婚了 好不容易安抚好孩子后 载元心有余悸地 搜索了相关的词条 结果网上还真有 她和丈夫相关的新闻 其实顺勇就站在门口 刚刚她和岳父又谈过一次 老爷子承认 静女患有解离性失忆症 这种并不能有压力和刺激 于是第二天一早 她就找到了允真 警告她不准再出现在载元的周围 然而允真借此机会 想要与她重归于好 顺勇也懒得废话 直接将白色手机里的录音 发了过去 里面正是允真害盛魁后 拜托父亲的对方 允真自然是不可能乖乖就范的 逆转头她就约了载元喝咖啡 其实在来之前 她就已经向医生打听了 关于类似病情的静景 于是提议去读书的地方 看看有没有二人的话 与此同时 顺勇问小颖 七年前名单上没有的男人是谁 小颖记得七年前允真和她分手后 另一边二人到了学校 曾经的记忆不断地在载元的脑中上 而这也正是允真想看到 女人亲眼看到男友侵害了闺蜜 情绪异常激动之下 直接导致了流产 原来允真故意带载元来到学校 就是想刺激她的神经类疾病 这里发生个小插曲 二人找到了读书式画的画 而名字都叫允真 原来徐允真决定转校那天 各地来学校和闺蜜全允真道别 至于转去哪里她没说 不过透露了将要改叫徐载元 临分手时 允真把艺人财团推荐给了载元 因为那是资助想学画画学生的地方 当时二人的关系非常要好 约定一定要实现梦想 想到这载元非常感谢允真 虽然顺勇是个好老公 可在那之前自己先有的好闺蜜 然而这些话到了允真的耳朵里 显得格外的刺耳 因为她满脑子想的都是另外一件事 一转头二人来到湖边散步 因为没有去接女儿放学 顺勇打电话关心载元在哪里 是不是一个人之类的 然而载元没告诉她实话 划分两头 顺勇调查完了名单上的所有人 结果显示都与女儿没有血缘关系 如今只剩下这个叫金像范的 突然手机收到一条短信 是允真发来的 内容是载元扶着栏杆的照片 紧接着又发来一个地址 与此同时 允真和载元谈心 她感叹时间过得真快 转眼俩人变成了完全不同的样子 其中也包括名字 载元认为就算变得不一样 她也会加倍地对允真好的 然而允真坦白自己的梦想变 她想成为许载元 因为载元什么都有 有可靠的继父 优秀的老公 曾经允真渴望结婚时 像她那般闪耀 也想看着深爱的人许下誓言 然后拥有一个被所有人祝福的家庭 直至那天她收到了一条短信 亲眼看到男友侵害了载元 在极度悲伤的情绪中 允真失去了腹中的孩子 那遥不可及的梦想就此破灭了 回想到这她早就红了眼眶 晚上二人正在吃饭 顺勇突然冲了进来 紧接着小颖也到了这里 在允真的邀请下 四个人凑成了一桌 紧接着又挑衅女儿不像顺勇 这句话气得顺勇紧紧地攥住了酒杯 恰好被小颖给看到了 她表情严肃地找了个台阶给允真想 没想到允真非但不想 又强调了一遍女儿一点都不像顺勇 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了 也在这四个人说